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准报警 斗智斗勇 报警保命 然而 在他要感谢这位给他第二次生命的救命恩人时 却多方寻找无果 好似凭空消失一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故事得从2017年的5月底说起 王暖暖很早就去了泰国 因为精明能干在那里有着不错的事业 而且人缘和人脉都很好 在当地小有名气 可有钱又长得漂亮的王暖暖 始终没有遇到一个让他心动的男人 一颗心在外漂泊久了 也急切希望能早点成家立业 就在这个时候 朋友组织的一场聚会上 他碰到了这样一个即将改变他命运的男人 男人叫于小冬 人长得不错 身材也很好 还和他一样来自我国 当这个名叫于小冬的男人 在聚会上看到王暖暖时 主动和他身边的朋友调换了座位 坐到了王暖暖的身边 后来两人相谈甚欢 临走时还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当时在王暖暖心里 也许对这个男人并不熟悉 只觉得他特别的细心 能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 在聚会上 只要有人跟前的盘子空了 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并主动提供帮助 直到两人互加了联系方式一周左右 王暖暖把自己的泰文书 忘在了朋友家 于小冬知道后 立刻就去帮他取了回来 并送王到住处 亲切地和他道别后 就转身离开了 王暖暖说 正因为这一举动 让他对于小冬产生了好感 觉得他特别的绅士 很有分寸感 没有提出一些尴尬的要求 这次事情后 两人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于小冬每天都接送王暖暖 去上下学 直到不久后 于小冬在联系方式上 给王暖暖发了一篇 求爱的小作文 想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 本来就对于小冬 有好感的王暖暖 自然很快就答应了 然而 他接近王暖暖 求爱王暖暖 甚至从他第一次换座位 坐到他身边起 他的阴谋就已经开始了 在和王暖暖恋爱期间 于小冬身上有着所有优质男人的表象 他细心 他绅士 他从不吝啬 在王暖暖身上表现爱 而且每次和王暖暖出去 所有的消费 他都抢着买单 虽然王暖暖很有钱 但这让王暖暖很感动 觉得他也和自己一样 是一个积极上进 并经济独立的人 他们如果能在一起 以后的生活肯定很幸福 就连王暖暖身边的朋友 对于小冬的评价也很好 这也让王暖暖对于小冬 渐渐放下了戒心 从那以后 于小冬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不断地和王暖暖求婚 如果王暖暖拒绝了他 也没关系 他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求婚 甚至在出门开车的时候也会说 亲爱的 请你嫁给我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就在于小冬的软磨硬碰下 刚恋爱没有两个月的他们 就闪婚了 正因为这个决定 王暖暖把自己 亲手送进了恶魔的手心 婚后没多久 王暖暖就发现于小冬变了 婚前对他所有的承诺 在婚后都化为了乌有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 更要紧的是 于小冬开始整天整夜地打游戏 对他不理不睬 除了每天睡觉 吃饭 上厕所 就是打游戏 由此 王暖暖因为餐厅太忙 从二楼下来的时候 不小心踩空摔了下来 一旁的于小冬 不但服都没服一把 看了他一眼后 又埋头打游戏 还是王暖暖的员工 把他送进了医院 但重感情的王暖暖 并没有责怪于小冬 总觉得他是一时贪玩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他第一次有机会 认识于小冬的真面目 只是他太善良了 2019年3月 王暖暖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让即将做妈妈的他高兴不已 他甚至觉得 孩子的到来能让于小冬改变一点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怀孕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于小冬说要带他去旅游 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叫 吴文府的地方 这是泰国边境县上的一个府 地广人西 当于小冬骗他爬上了爬登悬崖 说下面有时刻的时候 从后面抱住他 亲了他一下 然后恶狠狠地在他耳边说 你去死吧 王暖暖本能地喊了一句 不要啊 就瞬间觉得整个人腾空了 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清楚地记得 那天是2019年6月9日 当他从剧痛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了爬登悬崖的崖底 幸好在坠落的途中 有棵树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以至于他没有直接送命 他第一反应就是呼救 但他喊了几声声音就是越来越沙哑 最后只有口型没有声音 他的眼睛也因为流血 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在他开始想象自己 将要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突然有个迷路的游客发现了他 正是这个神奇的迷路人 改变了王暖暖的命运 也正是这位神秘人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为什么说这个人神奇呢 主要是王暖暖被推下去 地方是无人区 几乎是不会有人出现的 乃至于连监控设备都没有 巧合的是 这个神秘人迷路的地点 恰恰好是在他坠崖的那个崖底 其次 遇到这个神秘人 刚好在王暖暖被推下去 一个小时之内 刚刚好在黄金抢救期内 第三 就是发现他后 能够快速回到 爬登悬崖的范围之内 找到工作人员 最后工作人员把他救了起来 王暖暖曾在病狱出院后 多次通过各种渠道 寻找这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 这位神秘救命恩人 但怎么都找不到 当地人告诉他 这是山神保佑他 让他命不该绝 只是让王暖暖恐惧的事情 还在后面 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后 在抢救之前 他看到了自己的丈夫 那个亲手把他推下悬崖的 于晓东 于晓东是被警察叫来的 被叫来后 他就远远地站在门口 不敢靠近他 王暖暖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在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于晓东听到反驳后 三步并成两步地来到他身边 用凶狠的眼神看着他说 你闭嘴不要乱叫 这里没有人能听懂汉语 当时没有监控也没有人证 即便警察知道了 也只能把我带走进行询问 但我回来之后一定不会放过你 王暖暖知道 这并不是威胁 而是于晓东给他下的第二次死亡通知 他现在只有让自己安全 才能想办法让这个恶魔伏法 王暖暖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不吵也不闹 做完手术后 他被安全到了单独的重症监护室 于晓东作为他的在泰国唯一的亲人 24小时陪护着他 说是陪护 其实就是监视 病房里没有监控 于晓东可以坐到24小时 不吃不喝不睡 生怕他乱说话 就在他抢救后的第二天 于晓东就向医院提出要求 出院的申请 医院肯定不同意 但于晓东就像风里一样 推着他的床往医院门口走 最后还是医护人员拦下了他 又救了他一命 抢救后的第三天 警方来给王暖暖做笔录 于晓东也在一旁 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承认了自己是因为头晕才掉下去的 这也让于晓东松了一口气 抢救后的第四天 在王暖暖多次的求饶和示弱下 于晓东终于同意 他和两个相识的一位国内朋友联系 那位国内朋友在得知了这件事后 连夜坐飞机来到了泰国医院 也正是这位朋友秘密录下了王暖暖和于晓东的交谈视频 在视频里 于晓东第一次承认了是他亲手把王暖暖推下山崖 这也成为日后指证他的唯一物证 抢救后的第五天 王暖暖依然在于晓东面前表现得很乖 对他言听计从 于晓东也放松了警惕 第一次破天荒地出去买早点 恰巧他出去的时候 王暖暖的主治医师来问诊 王暖暖就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会 对主治医师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但为了安全考虑 他并没有说凶手是谁 抢救后的第六天 也是这件事情真正的转折点 王暖暖从重症监护室被转到了ICU普通病房 这也意味着他从一个私密的房间 被转移到了一个公共场所 于晓东也不能24小时看护他了 在转出来的当天 他就报了警 为了防止于晓东产生警惕 所有警察都是穿着便装 避开探视时间来给他做笔录 这个笔录做了整整一天 警察离开的时候跟他说 我们将用最快的速度申请逮捕令 就在抢救后的第七天 于晓东在对王暖暖进行武艰探视的时候 一队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 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 没有给于晓东任何解释的机会 王暖暖才这样成功获救了 终于脱离了于晓东的魔掌 目前于晓东一直被关在泰国的监狱 等待着二审的判决 而王暖暖也在积极地配合治疗 每次手术后都要做很长的康复训练 他也把自己的这段经历 发在了个人账号上 并已是拥有275万粉丝的博主了 虽然他现在还不能像普通人这样正常行走 但他说 自己会继续努力 不会辜负这得之不义的第二次生命 虽然如今的他在屏幕前谈论起这段经历时 平静而又理智 但在他的内心必定是早已千仓百孔 他曾经深爱着的那个人 为了继承他所有的财产 不惜把他推下了山崖 他曾经对爱情无限的憧憬 让他一次次被撞得头破血流 最后甚至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佛经中有言 行恶得恶 如众苦种 恶自受罪 善自受福 可就像王暖暖说的那样 有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挫折 也许就是你人生的另一种财富 祝福这个坚强的女孩 你值得拥有美好的未来 你也终究会在未来找到一个全心全意 把你放在手心上的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